take place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变成一个不及物的动词 它的意思叫做发生或者是举行 英文的同一字叫做happen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发生就是occur occur这个字也可以当做一个不及物动词 它的意思我们中文也是把它翻成所谓的发生的意思 我们直接看例句 a costume parade took place on my way to the office so I was half an hour late a costume parade costume 指的是服装戏服 你要表演穿的服装叫做costume parade 就是游行 costume parade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所谓的变装游行 took place 它发生了 在什么时候发生呢 这边一个地方副词片语 on my way to 就是在我往什么地方的途中 这片语经常出现的 在我去上班的办公室的途中 发生了一个什么呢 就举行了一个变装的游行 就是有变装游行在路上 就是在那边游行 so I was half an hour late half an hour 这就是半个小时 怎么样呢 迟到了上班迟到了半个小时 所以这个pin我们念成 take place 发生举行 就是这边的游行 不足的游行 如果我们在游行 我们下班迟到游行 我们下班迟到游行 我们下班迟到游行